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回来跟我们接着聊 我想找一个身高1米75以上的 不要瘦得像狗似的男生 我喜欢微胖一点的 有点肚子的 最主要是家庭氛围要好 因为我家就特别热闹 我有6个姑姑 一个大爷 一个叔 大部分都在一个村 一年一大家子都得聚几次 我们这一家在一块 也从来没红过脸 咱们一人找一下 咱们也标配 要有真有房 还有一个工作要 要50万 小伙子要想用咱们不大财力 多给小一小给 爹妈还有预备嫁妆了 我也同意我爸说的 咱们找的馅 只要是小伙子挺优秀的情况下 我也不说得非得要求 硬性要求是有车友包 咱们只要是两个人 因为都是奋斗的眼睛 两个人在奋斗的时候 就在结婚之前 能有车友包就可以了 就够了 看我们家的愿意 多好 谁找到谁老幸福 爱笑的女儿最幸运 祝我们爱笑的月儿牵手成功 来 八号王乐 这两年有没有考虑结婚呢 结婚呢 家里人是让我25左右吧 那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能考虑能上外地吗 我现在回来正在找工作 知道了 都知道啥了 就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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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有请八号 王乐 全程教练 你看 俩爱笑的是不是 是 对着笑 对两个爱笑的人 姑娘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种人 要不要请出来 不请了 上杆子不是买卖 好 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 就是家里边比较受宠嘛 然后我不太会做家务 然后这点 你以后能接受得了吗 会嫌弃吗 我要忙的话 你能不能等吧 那有多忙呢 我要忙 六七点钟吃完饭 回来之后再收拾家务 你能不能等吧 那不是说的 非得要求你做家务 不是 我做菜的话 身边做饭的话 身边有名的好吃的 炒毛菜 不算肉的话 都能炒十四个菜 都啥呀 为什么蒜苔了 蒜苗了 西红柿了 圆葱了 土豆了 辣椒了 都可以 那算肉的呢 肉的你拿手的都啥呀 比较牛点的话 红烧肉 红烧排骨 剁鱼不这么好 鸡肉 大鹅 都算带 哎呀呀呀 哎呀呀 怎么早没说呀 都不知道 深层不露啊 就是就是 还有这手艺呢 黄烈儿 既然饭菜都做了 那吃完饭菜 这碗谁刷 碗吧 我还是建议你刷 为啥我刷呀 你点鞋肉刷在后面逗你呀 我的状态就是 还是两个人一起干比较好 对 不可能 咱们不是那不讲理的人呢 是吧 对 不能说 就得你干 啥都你干 对 那也不行 对对对对 那也不能说 那这班我自己上吗 我自己挣钱 不可能这样啊 这家里面真得是付出 对对对对 因为好多姑娘就是说 我现在不会干家务 我结婚之后也不能干 是这么说 你看有孩子之后 你看干不干 所以说这家里面 真得是两个人共同付出 对 都活一起干 是让人一起扛 我觉得这才是有 就心才能起一点 对 满意吗回答 哎呀我就 现在先不想别的 就行的这几道菜 什么可乐器 这啥 现在都有点 有点期待了 是吧 我送给美女一句话 虽然吧 给不了你全世界上 最好的东西 但我能把我世界当中 所有最好的东西 全给你 好 好 来 接下来 一起期待 五 四 三 二 一